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民抗亥 我希望大家收拾看看 明年再這樣是要怎樣 到後年再這樣是要怎樣 我們要吃的不是電腦 我們要吃的是五國 是米 農業強裁 農業犧牲 農業扶植工業 工業再來幫助農業 我問各位 後面這句話什麼時候實現過呢 消費者的權益 絕對跟生產者的基本生存權 是綁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難道我們也要讓農民 上司生存權 也讓消費者上司選擇 比較健康的農產品嗎 所以我們今天各地的農民 從這個桃園 新竹 苗栗 但是這個地方有很多新屋 新風 後龍 竹東竹北都在修耕 各階段限水的標準 所謂的第一階段限水 是指離風 時段 檢管 壓工水 即使到第二階段限水的時候 它的限水標準是 每月用水一千度以上的非工業用水大戶 減供二十趴 工業用水大戶減供五趴 換句話說 現在的第一階段供水 是讓大家用水比較不方便 進入第二階段用水以後 工業還有比較優惠的待遇 農業它絕對不是只有生產 作物這一項而已 農業帶來很多的外部效益 有環境的效益 有生態的效益 這些都是全民共享 換句話說 農民是台灣環境的守護者 農民是消費者健康的守護者 可是工業是什麼 工業製造污染 工業製造廢水 工業影響台灣人的健康 可是賺到的錢 都進到大老闆的口袋 換句話說 今天台灣的水資源分配 是土地手部分的財團 可是對於養活台灣大多數人的農民 農業還有消費者而言 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 所有的統計數據裡面 完全對農業部門是不公平的 我們所謂的陶竹廟裡面 新竹科學園區 可能有一兆一千億的產值 桃園的工業園區 可能有六千億的產值 或許陶竹廟的整個經濟的工業生產產值 超過兩千兆 媒體上說 我們的農業部門 四點一萬公頃的停灌 也才損失所謂的七十億的 稻作的產值 所以他把它比作成兩兆對七千億的戰爭 這是完全不對的 就農業部門而言 一年所生產的稻作 一百五十萬公頓 三百五十億的產值 可是水稻田背後 我們去計算出來 這也是農委會的官方報告 他在水資源的涵養 在文化糧食安全 生態環境的貢獻 一年超過兩千億 這兩千億的外部消費 注意不是農業部門 不是農民享有 是全民享有 所以今天你要農業部門損失 其實真正的損失不是農民 是全民 所以許多的統計數字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不對的統計數字是 他說農業部門民生跟工業 用的水的比例是七比一比二 也就是說農業部門用七十 這是完全不對的 農業部門裡面的水稻田 他有至少使用以後有四成 又回歸到我們的地下水的涵養 所以基本上許多的統計數字 是沒有正正的呈現出來 就是這一次的補償作業金的發放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一再強調這個錢 沒有辦法進到這些代耕業者 口頭業業者的口袋裡面 農地並不等於耕地 代耕業者是沒有被照顧到的一群 口頭業的業者也是沒有被照顧到的一群 而他們是陳寶基陳主委 嘴巴裡面那一具實際耕作的人 對這一塊農地的地主是誰 他們的資料是非常完成的 可是呢 這塊地的是誰在翻土 誰在擦秧 誰在耕作 誰在收穫 他們是沒有資料的 所以說他們根本找不到這一群人來補助啊 那怎麼辦 我有建議 就是建立普查 你普查了以後 你就有這個資料庫 可是上級長官給我的一個回答是 這個你知道花多少的時間和精力嗎 我電話拿起來 我跟某某人講 那個打田的 翻土的 我的水放好了 請你來幫我翻土 整平了以後呢 就打電話給育苗業者 打電話給插秧業者 某某某 我的已經整理好了 請你過來幫我插秧 收割呢 他也是請這些專門收割的人 來幫他收割啊 因為那一台機器三百多萬 他不可能負擔得起的 所以說這都是專業的 職業的 我們所謂的農事服務業的人 在從事這一個服務 到今天為止 這一群人是 隱藏在檯面底下 是沒有被重視的 我們民在水口要蓋的時候 也是我們這些農民用 這個殘家 來分擔這個工程圍 這是台灣全身在水口時候農民蓋的 為什麼現在犯罪 就是要進行我們農民呢 我們政府一直在推我們 自產自銷 那個 實務縮展里程化 結果我們一直在發展 自產自銷 結果咧 那這一次的抗案修根裡面 哇 我們怎麼辦呢 我已經會失去 一整年的生存錢跟工作權 完完全全沒有任何的收入 再來 如果今年的抗案修根 下一期怎麼辦 也是抗案 也是沒辦法再用我們的 很正常的方式再來更做 因為政府的實施政策 鼓勵我們青年回來返鄉種田 因為我們平均農業的平均年齡 老一輩都已經平均65歲了 再過十年 這個農業就會沒落了 來鼓勵我們青年回來返鄉 可是現在問到這個問題 你直接就斷了我們的路 欺騙了我們 要我們要怎麼生存 沒有一個交代 也沒有一個保障 我們要的是永續 才會來投入農業 每個行業都是 有必須辛苦付出的人 我們默默的耕耘 為何你們都看不到呢 水的缺水是不是又創造另外一個社會的不安定 不安定包括不安全 包括你讓貿易商來取代農民 你讓最基本的生存的權利是土地 乾淨的水空氣土地 還有勤奮的農民跟人民 本來就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條件 怎麼會變成是工業大戶不用犧牲 或者不用限縮它的使用 完全是以農民 以農業用水的七層沒有考量到生態 人民生存 最重要的一個基本權利 來做限縮約劃式的分配 過去的健康是守護在農村在農地 可是現在的人是疾病之後進入醫院 這就是台灣目前的慘狀 如果農民是這樣就可以決定他休耕 說因為沒有水 因為農民的產值很低 我試問各位 馬英九的產值到底有多少 超兵 馬英九獲國 讓大家看看